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陶导老师 今天这个视频呢,给大家进行系统的复习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学完一侧书进行复习的时候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分单元复习 第二种是分专项进行复习 这两种方法因人而异 作为我,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通常是先单元复习 也就是分单元 带着所有的孩子把单元的点先过一遍 然后再进行测试 通过测试,我找出某一项这个点 孩子们掌握得不好,然后我再进行专项 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复习就是无敌的 那么三下我们来看八个单元 今天先来讲第一个单元,它有哪些重难点 因为这个步编的语文教材它是双限组员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第一单元 它的人文主题是可爱的 生灵这个地方 那么飞鸟在空中翱翔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个人文主题呢 它这个是渗透在我们的教学当中 引领的孩子去体会 下边这个是重点 也就是知识点 这是我们的语文要素 试着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 体会优美生动的语句 试着把观察到的事物写清楚 这个我要给大家强调 你只要去帮助孩子学习也好 帮助孩子梳理也好 这个单元前边的导读 你是必须要把它拿准了 首先是试着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 它就是我们整个单元在学习课文的时候 必须要体现出来的点 因为在我们二年级下册的时候 我们就单元要素是什么 叫读句子想象画面 读的是句子 等到了三年级上册 我们是一边读一边想象课文描写的画面 或者学古诗的时候 古诗当中他描绘的景色 他这样的练习 其实都是在为我们这个山下 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来打基础 那么最后这个 试着把观察到的事物写清楚 这是对我们的习作提出的要求 也就是我们三年级 第一个单元的习作 是写清楚我们观察到的事物 这是对我们的习作提出的一个点 你掌握了这些点 你再去进行学习 你就知道我学这篇课文 我要把握住哪些内容 我们来看第一篇课文 第一篇课文是古诗三首 那么三首古诗你记住了 全部需要你会背 而且课后有感情的朗读 背诵课文 莫写绝句 那么我对孩子的要求是 除了绝句 其他两首古诗也全部要求你去莫写 因为古诗他在考试的时候 他一般他除了让你去翻译 除了让你考你注释当中某一个字 它是什么意思 另外他还会考你填空 其实让你去补充就是莫写 你如果莫写不出来 那你就没办法去填 那你像这个地方 竹外桃花三两只 这个会从春江晚景 他课后并没有要求你去莫写 对不对 但实际上你是需要莫写的 因为他经常就这句话 竹外桃花三两只 经常出现在填空气当中 你不会莫写 试问你怎么能够填好它呢 这是一个点 另外这三首古诗 你必须要能够想象画面 你看课后这个地方 它结合着前边的语文要素 课后的西题 结合诗句的意思 想象画面 说说三首诗 分别描写了怎样的景象 我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 像这样的课后习题 作为我是作为一个重点的 这是我给大家做的第一个点 也就是除了学习课文当中的生字 我现在手里的书呢 不是我自己的书 就是我借了一本书 这个除了这个一类字 我是带着你去主词 因为像这些生字 你必须通过主词来进行理解 进行记忆 那么除了学会主词 另外就是课后习题 我在课后习题上下的功夫就比较大了 大家跟着我学都知道 一二年级 我的重心在哪里 在生字词 等到了二下 我的重心开始往课文中转移 但是到了三年级 我的重点已经开始转移到课文 转移到课后的习题当中去 因为不同的年段对我们提出的学习要求是不同的 所以这三首诗你全部要会背 所有的翻译你要能会背 所有的注释你要能会背 我们要学会在我们记忆力最超长的时候去多背诵 因为咱们整个传统文化在咱们的这个语文的学习当中 它的比重占得非常大 所以古诗词它只是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方面 你必须要学会描述 这是第一课的三首古诗 那么这三首古诗除了会背会翻译 另外你要知道它描写了哪个季节的景色 从哪里能看出来 你像第一首诗绝句从哪里能看出来 它描写的是春天的景色 那么在这首诗当中 它描写了哪些景物 那么哪一句它是动态描写 哪一句它是静态描写 这都是需要我们掌握的点 好这是一个点 另外我们再来看 第二课燕子 那么在复习这一课的时候 我们除了要浪读课文 想象画面 读出对院子的喜爱的事情 你看它要求我们背诵的是 一到三自然段 其实我告诉你 不仅仅是一到三 我的孩子 我是要求全文会背 我给两天或者三天的时间 我把这个段落给分开 你今天周五背一个自然段 到了晚上 你再去背一个自然段 那么除了要背自然段 同时你看这个地方 读一读记一记 再说几个这样的词语 这其实就是在给你进行积累 什么样的词叫好词 什么样的句子叫好句子 这就是好词 你知道了像这样的词 就叫好词 就叫好句 那么你在接下来学习过程当中 不管你去读哪篇文章 像这样的词句 你都进行一个积累 好找出文中优美生动的语句 读一读抄下来 那你首先就要知道 什么叫优美生动的语句 在我们三年级上册 进行学习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单元要素 怎么说的 叫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 这是对我们山上 包括感受课文 生动语言的一个提升 那么老师在山上 给大家理解的 什么叫新鲜生动的 就是运用了笔语 运用了这个你人 这样修辞的句子 另外在句子当中 会出现一些 我们平时不常见的一些词语 一些词句 而需要你去理解 像这样的就叫新鲜的 那么在我们这里呢 需要你去找出优美的 生动的 你说什么样 叫优美生动的 你看第一段 一身乌黑的羽毛 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 加上剪刀式的尾巴 凑成了那样可爱的 活泼的小燕子 我们在山上 我们就已经学习了 在同一句话当中 连续用到了两个形容词 它的好处是什么 把你去进行展示的这个事物 让它的形象更加的有立体感 那你像这小燕子 它不仅是活泼的 它还是可爱的 同时它写出了小燕子的特点 所以我们在学习课文的时候 三年级 它和一二年级的区别是什么 你不仅仅是去 记住它怎么写的 你接下来要防写 你要去学它写作的方法 那这是对小燕子的外形 进行了描写 抓住了它的特点 它的羽毛是乌黑的 它的翅膀是轻快有力的 它的尾巴像剪刀一样 那么它用了凑成了 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 我们在对小动物的外形 进行描写的时候 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 同时它运用了 比喻的修辞 它把小燕子的尾巴 比喻成了剪刀 剪刀式的尾巴 这是我们一个重点啊 需要你去填空 那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很多老师出题 这个得你要注意 有的时候 它给你的横线是 可爱的活泼 最后这个得 它给你了 但有的时候 这个得 它没有给你 你知道许多孩子 它扣一分 它不是不会 它全部都是扣在 这个得字上 因为有的这题目当中 这个得它已经给你了 但是我们的孩子 填空的时候 可爱的活泼的 它又填了一个得 填完以后不检查 它就会去丢分 这是一个点 另外像这一段 这是必须要会背的 因为这一段 它是属于必考 在我们的单元测试卷当中 整个第一单元的课文 全部都重要 这就会考你什么样 描写了哪几种景物 所以这一段 它不仅仅会考你填空 还有可能作为课内阅读 出现在我们的试卷当中 所以我建议大家 要把它背下来 而且你要背得滚瓜烂书 你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都不算你会背 为什么 考你填空 你多填一个字 少填一个字 这一空都会被扣分 那你再来看 另有几只 在波光玲玲的湖面上 横掠着 你看波光玲玲 这就是好词 你可以积累 波光玲玲的湖面 可以积累 整个这一段话 可以积累 这是写了 小燕子的动态美 表现出它飞行的速度怎么样 快 还有这个地方 第三自然段 鸡的一声 看好了 一由这里飞到那里 也能说明什么 它的动作快 所以整篇课文 它还有一个点 就是这几个自然段 分别描写了燕子的什么特点 首先 这里是它飞行的姿态 还有呢 这个地方 是它栖息的姿态 也就是最后这一段 那么每一种姿态 要求你给它一个词 这是一个考点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书上都给大家标记了 然后生字 生字当中出现了两个多音字 这两个多音字当中 第一个散 我们不多说 我重点想讲的是这个 干 这个干 它还有一个音 读感 那么怎么去判断 它的意思 全部都是什么 表示细长的 那么怎么去判断 它什么时候读干 什么时候读感 你记住了 我就不给大家写了 因为我的手受伤了 我的右手写不了字 读干的时候 指的是很长 像咱们这个楼梯上边的栏杆 像咱们升国旗的旗杆 特别长的 包括这个木杆 你看这个地方的木杆 几只木杆 我们就知道 这个街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上边拉了电线 以前这样的是特别多的 现在都没有了 那么特别高 特别长的 那么当它读第三声 感的时候 是特别短的 像咱们的笔 这支笔 它的笔杆 那么你像这个行李箱 行李箱是不是有一个拉杆 短的 这样细长的 读第三声 这是一个点 它要考试 考你的一个点 好 这个是我讲了第一课和第二课 因为视频时间有限 我把后边的两篇课文 放在第二个复习视频当中 给大家去进行分析 你记住了 我刚才说的几个点 首先就是 这是休息图 这是燕子 飞行图 还有它从哪里能看出来 小燕子 它的这个姿态是什么样的 有什么特点 是轻快的 还有第一段 可能会考你 防写一个小动物的外形 另外 它让你 它会问你 描写了小动物 描写了小燕子 它写了小燕子的 哪几个特点 羽毛 翅膀 尾巴 这个你要会 好 这个视频给大家讲了两课 喜欢我的分享 点关注我 别忘记 长按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 接着向下分析 我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整个三年级 下策的八个单元 所有的重难点 都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帮助大家去进行复习 好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再见